我們今次會開始查《以弗所書》 《以弗所書》是一卷很豐富的一卷書 裡面有很多講到神的恩典 講到耶穌在耶穌裏面所做的事 《以弗所書》是可以說 除了羅馬書之外 是很豐富的一卷 也比較深 因為它很豐富 希臘文很類似英文 它類似英文是什麼呢? 很多Closses 什麼是Closses? 中文是比較少用Closses 最多是兩句黏著 例如說 我信耶穌因爲 因爲耶穌是真神 因爲就是兩個都是Closses 我信耶穌是一個Closses 因爲耶穌是真神 一個Closses 加上一個sentence 英文有分開的 就是一個短句 一個Phrase 一個Closses 是嗎? 是的 不同Phrase Phrase是沒有動詞的 Closses是有動詞的 但是它不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因爲它是將幾個Closses 黏在一起 中文通常來說最多是兩個Closses 通常來說中文是很少很複雜的 而英文呢 亦都多數是 如果是分開 都是兩個Closses 有時三個 再多是比較少 但是希臘文呢 有些是很多的 比較複雜的 所以中文翻譯的時候 都只能夠將它拆開 有時那個句子上 就會比較難些 完全表達出希臘文的原來意思 大家如果不懂希臘文 都可以查到希臘文 即是現在的工具上網真的很好 那你上網找什麼呢? 就是找Greek New Testament 即首先你懂英文 Greek Interlinear 即是希臘文和英文 兩個對比的 還有一個叫Strong Number 這個Number是非常好的 希臘文他用G Greek G用四個數字 有時三個 即是再細一點就是三個 幾百的就是三個 通常譬如四五六七 譬如G四五六七 是一個字來的 那麼他在那個希臘文聖經 他就會將G四五六七的解釋 以及他的在聖經哪裡用 而他的意思是什麼 全部列出來 所以不懂得希臘文 懂得英文 就已經可以查到很多 希臘文的句子是什麼意思 希伯來文一樣 希伯來文就是H Hebrew 你也是查 即是上網找 有一個叫做 Blue Letter Bible Blue Letter Bible 就是寫了H多少號 你上網一查 就可以查到那些字 因為有時現在這個世代有很多異端 而有些異端他喜歡用希臘文 希伯來文 但普通人不懂得去回應他 但因為我一聽的時候 因為如果懂得希臘文 懂得希伯來文 一聽他解釋有錯誤 譬如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人 他有一個教導 你一網上也有時聽到 他說神的名字就是 他用那個 Yahweh Yahweh 耶和華 中文譯做耶和華 那個漁民的希伯來文是Yahweh 他就說你一定要叫Yahweh 那個名字 但他用中文 我忘記了 用四個字 一定要用那個名字 其他名字都不可以 耶穌也不可以 他就說 這個 《以賽書》第九章六節 那裡講到全能的神 他說那裡不是神字 那裡是審判官 那人告訴我 我說我給你看 由希伯來文的聖經 看到希伯來文裡面 有幾個神的名字 有Yahweh的名字 有Elohim 另一個是El 幾個都是希伯來文 而El的名字 在詩篇都有用到神 有些是Elohim 有些是El 即是說 的而是神的名字 但他們就說 這個是審判官 其實是 那些人曲解聖經 你懂得希伯來文 或者曲解 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如果你懂得英文 你可以嘗試試試試看 如果英文不是很好的 即是懂一些 你可以查字典 查字典 我告訴大家 譬如《以弗所書》 你就可以用希臘文 和英文的聖經對照 不過當然比較難明白 我們現在看第三節 你會不會教 開版希伯來文 這個 我會覺得是個別的人 原因是 因為這個真的要好用心機 要好用心機 很多人都 如果真的有心研究 你們有心研究 我可以很多東西給你研究 我想希臘文和希伯來文 這些就不會放在高的次序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一些 我們如果學 就學其他一些 比較容易學一些 那些先 但如果你有英文底 可以查到 即不是學 是查 懂得查 OK 我們一起讀《以弗所書》 第一章三節 愿重贊歸於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裡 曾是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 揀損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 成為聖結 無有瑕疵 由一愛我們 就按摔自己的 以子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 藉著耶穌基督得以子的名分 使他榮耀的 恩典得著稱讚 這恩典是在他愛子女 所賜給我們的 好了 去到這裡先 我們讀了這麼多 是一個句子 是一個句子 大家留意一下 在中文都會看得到的 在原重贊歸給我們主耶穌的父 他在基督裡曾經 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就好似 他一直連下去 就好似在神從創立 在基督裡揀損了我們 就叫我們成為聖結 一直連下去 有恩愛我們 他一直連下去 所以中文 就會覺得很複雜 但我們可以拆開它 慢慢看 我再講 我自己解釋 願重贊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我們重贊神 在耶穌基督裡 曾經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這個其實我們 看聖經都可以看得到明白 不是太深 一看下去都可以明白 神曾經給我們很多屬靈的福氣 神曾經給我們很多屬靈的福氣 即是神是怎樣 很慷慨 是的 很慷慨 還有呢 祂可以給你 即是祂怎樣 你也收得回 你也可以說 祂可以收得回 但是 最重要的是 祂能給我們 即是祂本身是甚麼 擁有才能給的 擁有才能給的 祂要擁有 即是祂其實有很多福氣 而這裡講到屬靈的福氣 是屬靈的福氣 我想問問大家 屬靈的福氣 有人說 我要屬肉體的福氣 屬靈的福氣太高超了 我要屬肉體的 即是地上的福氣 那時候我們怎樣回應 他說 耶穌 神就是給屬靈的福氣 有些人 的確會這樣說 他們會說 雖然耶穌就是神 愛我們 又平安又喜樂 又有聖靈的感動 這隻屬靈 信耶穌有屬靈的福氣 其他地上的福氣 就沒有份 所以你就沒有期望那些 即是我們由這個字去想想 那個意思 是否聖經會說 神都會祝福我們在世上的日子 有啊 講到這些東西都要加級 靈魂的福氣 我覺得屬靈的福氣 比世界更加重要 是的 因為當我們 就算我們的靈健壯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都健壯 我們的靈魂體都健壯 是的 但當我們的靈藥的時候 其實我們什麼都得不到 靈魂好 人整個生命都好 是的 也都會得著個人的福氣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更加珍貴 是的 他接著就會被當人聽話 因為聖經還了 先求神的國同意 這一切都交給我們 是的 剛剛你又會說 哎呀 有聲聲起起落落 有什麼回應呢 其實我想告訴多數人 很多人在屬靈上起起落落 是因為他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 那麼 他說我的而且做得不好 如果你記得我講過 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為什麼呢 做得不好就是求主赦免 神就歡喜了 然後我努力去嘗試改 總之我努力去改 你改了多少都不要緊 是 我努力去改 神就歡喜了 神就欣賞了 這樣的時候 我會說 耶穌幫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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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祈禱 我又遵從他 有些人說遵從很難 遵從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覺得 神的福氣是最重要 是 覺得跟從神不是最重要 所以他不是最體重 追著世界 是的 追著世界 但是如果我們說神的福氣才最重要 我們真的對自己的要求 是有要求的 要求的 所以其實就是將 你將焦點在人 人和自己那裡 你只是想滿足 人對你那個 讚賞 和滿足自己 覺得自己的要求 怎樣做都好像 未達到神的標準 OK 這個的確是 我說 每個人都達不到神的標準 是的 我都達不到 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人都達不到 是 有時不要說神 有時我們會覺得 我們做到好像牧師 都做不到 何況是神 但是 我們就要經常聽牧師說 神會覺得我們 今天比昨天好就可以 我們自己好少少少 很想聽到這些訊息 如果不是 覺得自己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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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教一些很刑罰性的東西 這個就是律法 很律法性的東西 現在才知道律法性的東西 都是會教這些多的 你記得我都說過 我們人生總有兩個部份 一個部份我們做得好的 一個部份沒有那麼好的 但是人總是看著我做得不夠好的 我們做得好的 我們感謝神 我現在正在改了 我有進步 我有嘗試愛耶穌 我有遵循耶穌 神就歡喜 這樣人就歡喜 這樣是容易處理的 譬如說 耶穌一定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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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祝福我 那就把那些煩惱放手 我做得不夠好 我和人關係不好 好了 但是和人關係不好 有時候需要時間改 但是我說 我親近耶穌 耶穌赦免我 然後我嘗試去對人好一點 和人關係好 不是一下子改變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長的習慣 但是我今天已經開始對人 會關心一下他 為他祈禱 會對他笑笑 說些好的話 為了進步 感謝神 那人就開心了 但如果說 我還是不夠人家那麼好的 人家真的做得好好的 那就是這樣說 好像禮拜五家載 有個大學兄 他打算開一間佈習社 即是不再打工了 他很多事想 很多事煩惱 不知是因為這件事 那天查經帶的姊妹 他講開 各位我們願不願意揹起自己的十字架 他永遠都覺得自己的十字架很重 那那個弟兄說 其實我不願意的 我只是想過平平淡淡的人生 那種普通通的基督堂 就正如你上廁所所說的 沒有得回頭 那組長就說 沒有得回頭 你不要想走回頭 沒有得回頭 其實比他更害怕 整天整天就會 吞 我就會 我跟他說其實很簡單 神會很少東西都會欣賞我們 但是不可能有些東西根深蒂固 不是更容易開放 讓人感受的東西 其實神學觀念改變就會改變 那這個情況我會怎樣跟他說呢 我就會說 當我們聽神的話 親近神 神不只是祝福我們某些東西 而你的生意 你現在想做這個普集社 神都會祝福 不代表基督徒做生意 一定永遠是賺錢 總之有賺錢 如果有虧的時候 神就會感動你 現在你可能要放下這個生意 或者你怎樣改變 如果我們聽神的話 神就會負責的生意 那時候 你越聽神的話 你的生意就越 你就放手 如果不然就死了 哎呀這個月有小學生 哎呀慘了 哎呀失敗怎麼辦呢 這樣就會很大的壓力 就是說很多人以為 我相信耶穌 只是我人生中相信少少而已 這部分我相信耶穌 其他人我就不相信了 那些我自己搞定 他以為這樣就是 緊緊就可以了 這樣就叫做 兩度都可以了 有耶穌又有世界 但他反而很辛苦 因為他沒有把握 所以那個觀念上 讓他知道 就是說 原來耶穌不只是祝福 我們信耶穌 祝福了我們生意 和家庭 和前路 無論是結婚 不結婚 神都有計劃 但是呢 怎樣才得到這個恩典呢 是一定要先求神的國同 聽神的話 遵從神愛神 這樣呢 神就會將各樣的東西 逐步逐步在他身上 成熟 這樣的人就可以輕鬆了 我這件事是完全聽神說 交託給神 就不像我站在一套 我將生意交託給神 神就祝福了 就不是這樣做 而是說 我做這件事 我怎樣能夠榮耀神呢 經常都想著我怎樣榮耀神 以及用神的方法 不用世界的欺騙方法 這樣的時候呢 聽神的話 我整個生命都是給耶穌的 很多人都覺得很難 但是其實 只要我們開始祝福人 關心人 為人討過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so far up to 這個moment 那個人生 不是說 全部都是 葉劍多 這樣呢 給他們感覺 千年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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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開始扭轉 怎樣開始扭轉 人際關係不太好 求主給你聰明智慧 不是說不好 但是 就是信到好像你這樣 我不想 你說信到我這樣 信到我這樣 哦 就是他說 信到你這樣困難 就是他恐慌我 你說什麼沒用的 但是如果我的人生 哎 今世都好像你這樣 不要說 之後怎樣了 ok 我都會這樣說的 你開始把你自己的觀念扭轉 我天天在神裡面 因為我經常想著耶穌愛 我都可以喜樂 我有滿 有前面的福氣 我不用受人影響 這樣你逐漸 你講的話 都會講到神的恩典出來 你真的會發掘神的恩典 這樣那些人就會開始善為你 雖然這麼多困難 我都能有你 嗯 這個我們慢慢 個人的慢慢講 就是說 神是給各樣屬靈的福氣 那我們記住這件事 給屬靈的福氣 跟著也會給世上的福氣 凡是祝福我們的 好了 就如 什麼福氣呢 我們看這些key words 這些連接的字眼 就如 好似什麼福氣呢 神在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柬損了我們 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聖結無有瑕疵 這裡講到一個教義 就是神柬損人得救 這個教義 在基督教裡面 是有三個方向 我想講講這個神學上 簡單而已 很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嘉爾文的神學 加爾文的神學 John Calvin 是有什麼宗派呢 改革宗 還有那些信一信 一次得救的應得救的 很多就是改革宗的影響 另外就是Amenius 就是說 我們得救是人的選擇 不是神的選擇 我自己就是 其實是路德會的神學的教義 影響 而我覺得是很好的 很重要 我不是說我信 我不是因為他是路德會 所以信 而是我是查考聖經的 我想講一下分別在哪裡 簡單給大家知道這方面的分別 和選擇的意義 或者我先選擇這個選擇的意義 有些人就說 神選了你 你就可以得救 他沒有選我 那我就 就算我相信也不得救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 對於選擇的看法 選擇的意思是什麼呢 凡是真信主的人 真信主到底的人 他們發覺原來 神一早已經選了他 總之那個人說 耶穌我想你救我 我真是真心想耶穌救我 那個人就是神選擇的 就不用說 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神選擇 就算我想信 我也不得救 這個是不對的 就是說 總之他想信的人 他會有這個感動 他想信耶穌 想跟從耶穌 他就是選擇的人 好 至於呢 我來講 我覺得那些信一會 不信繼續下去 聖經有講到 譬如說 殺種的比喻 四種泥土 硬土 淺土 經激泥土 最後好土 根據那個比喻 第一種就不得救了 第二種 淺土一會兒 一有什麼困難 立即便離開神 那個人是不得救 第三種就是 世上的思慮和前座的迷惑 這個我覺得程度 有些人很受迷惑 有些人少受迷惑 總有某一程度的迷惑 裡面有沒有人得救 是可能有人得救 不過也有很多是可能不得救 他經常掛劣世界 經常擔心 死了 我聽過有這樣的例子 有人有癌症 他說神都不幫我 我自殺 真的自殺了 不是我認識他的 是有人告訴我 他是自殺死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人 他不是真的相信的 是很痛 是很痛 但是神都給我們恩典 就算痛 有些人都很痛 行臨子一輩子都很痛 但是他堅持神是最好 為什麼呢 我們痛得痛幾十年 但是我去天堂 我就永遠都不用痛 就是當人真堅定相信的時候 他就算有什麼困難 他都不實現 好了 我想說 有些人 他們就是信仰不穩定的時候 他可以失去救恩 那些人就不是簡選 即不是神簡選 即不是一信了 看看同學 一信了 就必然是神簡選 即有些人會離開 而那些人一路信到底 他發覺原來是神 已經簡選了他 這是一個安慰 即是說 其實一個人 你都自己心裡有數 為什麼心裡有數呢 那些真信耶穌的人 心裡有數會怎樣 我怎樣都信耶穌 我怎樣都跟耶穌 我不會離開神 即有些人不會這樣說 你什麼事都好 我都會信耶穌 那些人 就已經是神簡選 但有些人又不是的 哎呀 哎呀 哎呀我不想信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有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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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未必肯定 因為他對於神是不肯定的 他不是真的 很想去跟從神 這樣的人 是有可能 他可以失去救恩 好了 那這個 對於得救的人 有個人用一個比喻說 他說 他看到門 這道門進入神的家裡 那道門寫著什麼呢 當信主耶穌 你就得救了 他就進去 一進去 那道門寫著什麼呢 神已經在永世簡選了 這是比喻來的 這是比喻來的 這道門寫著的教義 對我們有幫助 另外 那些 有些說是 人缺制 但聖經其實沒有說 當我們死內 最惡過範的時候 神救我們 所以不是人的缺制 路德的神學 是怎樣看的 就是這樣 加爾文就是這樣 他說一次得救 應得救 你一說信耶穌 你就得救 你就永遠不會失去 他就會將 簡選的 等同一次信過耶穌的人 凡一次信過 他就會說 這些人遲早會回頭 但聖經的而且 有很多經文說 人可以失去 所以這個是 他將這個 簡選的道理 推到所有信過耶穌的人 牧師你也做過短目 你也見過很多 誰死的那些 才說信 其實他才跟他缺子 其實真的很難 知道他很清醒 整個救恩的過程 那這個 我們不用負責 就是我們負責 就告訴他 如果 譬如我們要 我要面對 我爸爸現在 在老人院 都八十幾歲 他說他自己信 但是 不是很穩定 他缺了治 但又不肯使禮 就是我不擔心 你就跟他講多些 就是 我們的罪 可以帶來神的懲罰 永遠的懲罰 耶穌就真的為我們受死 那你想不想能夠去到天堂 而不想去地獄 就是用聖經的比喻 跟他解釋更多 我暫時不去講這件事 我主要是講這樣的 就是說 因此得救應得救 就是總之你信去耶穌 那些就是簡算的 將那個神學理論 一路推下去 而在路德會 那個神學就是這樣的 他就說 神簡算是得救 不過人可以拒絕 拒絕了的 就不得救 因為聖經是有講到拒絕 所以他將兩天都放在一起 那我就覺得 這個的確是一個事實 而聖經有很多經文 那我有一個文件 就列出一些經文 就是講到人可以失去救恩 那如果你有興趣 我可以傳給你的 那最主要就是 神簡選我們 我們就 感謝神 我們又祝福耶穌 就不是說 我信耶穌就永遠得救 有些人就這樣說 你有沒有脱子過 有沒有信過 信過 那你以後得救 那這個是沒有聖經的根據 是一定這個人信不到底的 那我們暫時停在這裏 就是說 簡選對我們來說 一種祝福安慰 因為神會陪我們一起 祝福我們 我們先祈禱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保守我們 主多謝你 親愛的天母多謝你 因為你 參耶穌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你簡選我們 感動我們 我們信靠你 當我們真心信靠你 一路親近你 遵從你 和你一路有密切的關係的時候 你必然拯救我們到底 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 只是信靠耶穌就得救 但我信靠耶穌之後 就會住在耶穌裡面 耶穌又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我們信耶穌之後 真信耶穌 也都會遵從天父的旨意 不是只是口說的 我們都會服侍主 我們的恩賜不要埋藏 我們會祝福別人 這都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這樣走的時候 是神歡喜 亦都加力了給我們的 主求你保守我們 看到神的恩典 我們就堅信到底 一路有神的恩典 有神的能力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